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一宗好消息和壞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之前我們一直都強調 12月18日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日子 因為在當日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里夫 要向總統呈交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會說明究竟今次大選有沒有遭受外國勢力干預 好消息是根據CBS新聞資深記者爆料 國家情報總監承認今次大選的確是有外國勢力干預的成份 但壞消息是這份報告竟然要延期提交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憶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就說了CBS新聞那位資深記者Catherine 她說了什麼 昨晚她在CBS新聞台的一個節目當中說到 說國家情報總監拉特克里夫 目前領導著17個情報機構之多 她可以獲取得到美國政府所擁有的最高層機密信息 她就向CBS新聞透露 說在今年11月的大選當中 的確是受到來自中國 伊朗和俄羅斯的外國干預 並且她還預計會在1月份的時候 將這些發言進行公開的報告 這就是CBS資深記者Catherine的爆料 在她爆料之後不夠一小時 這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Twitter有新資訊 這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戰略傳播總監Amanda 提到說在昨天下午 職業情報官員通知了國家情報總監 情報共同體將會無法如期提交得到 對於外國勢力如何威脅2020年大選的那份 機密評估報告 本身的截止日期定了在12月18日 日期是由行政命令和國會所確定 他們還提到自從大選以來 情報共同體已經收到相關的匯報 但是很多機構仍然未完成 對於這份報告的終極協調 而國家情報總監承諾 將會盡快向他們的客戶提交這份報告 這就是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通知 好消息就是起碼拉特克尼夫情報總監 他認為這次大選是有外國勢力干預的 因為如果他認為沒有的時候 就等同於封了特朗普一條後路 現在他認為有的時候 起碼仍然容許得到特朗普有操作空間 但是壞消息就是你要延遲提交 根據CBS那位資深記者Catherine就說延遲到1月交 但是這個情報總監辦公室的通告 都沒有說延遲到什麼時候 只是說沒辦法如期提交 到底你延遲到什麼時候才行 1月6日這個國會聯席會議之上 參議院議長見副總統彭斯 就會逐張選舉人票拿出來唱票 在當日基本上已經有很多事齊齊落定 1月20日就是所謂總統的就職典禮 你延遲到什麼時候才行 如果延遲的話 就變了沒有作用 當然就著這件事 其實特朗普未曾作出回應 暫時未見到 但是為什麼會由CBS來放風呢 這個都值得去思考 當然CBS就是一家主流媒體 而且他的立場還有多少左傾的成份 拉達克利夫就選了CBS新聞台去放風 而沒有選到那些右派或者保守派的媒體 比如說霍氏新聞或者Newsmax 我認為他是故意去做的 因為他把這個消息放在那些保守派媒體的說放風 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看東西的人 那些嚴重偏頗的人 當然說這宗消息是不可信的 現在放在CBS新聞的說放風 連那些仍然主流媒體說什麼就信什麼的人 都要被迫來接受 原來是有這樣的消息 而且這位情報總監 雖然現在說未能提交到那份報告 但是他就預先把結局說出來 起碼為這份報告打底線 為什麼這份報告要延期提交呢 根據這個情報總監辦公室的官方說法 就說是那些情報機構 還未完成對於這份報告的終極協調 但是啊 根據霍氏新聞所收到的消息 就不斷說 他們就引述了消息人士所說 說目前情報界 仍然在內部都未能夠達成得到一致的意見 主要斟酌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在他們對於中國試圖影響今屆大選的看法上面是不一致的 有部分資深的情報分析人員 就堅持認為中國是在試圖影響今年的大選 但是也有部分的情報人員 是試圖淡化中國在今次大選當中的角色 一位高級情報官就告訴霍氏新聞 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希望 這份報告能夠準確和誠實地反映出 有關於中國的角色 以及其他所有的情況 這就是霍氏的報道 即是大家會看到原來在情報界裡 本身都存在了一定的角力 即是現在分了兩派的意見 那到底情報總監是站在哪一邊呢 如果CBS新聞那位資深記者 Catherine所爆料是真的話 那這位情報總監肯定就會認為 中國在今次大選當中是有一定的角色的 因為這位Catherine爆料就說 情報總監向她提述了有三個國家的名字 分別就是中國俄羅斯和伊朗 當然現在這份報告就被迫要延遲提交了 那究竟真的一月提交還是無料期延遲呢 就不知道 問題就是就算你說一月範圍也很大 一月一日和一月三十日都差很遠 那究竟現在是不是有些深層政府的人員 在這裡作誰呢 是不是在從中作梗呢 我真的認為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Gateway Printed他們也是這樣說 但是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從積極角度來看這件事 就起碼反映得到 原來有部分情報界的人員 他們都是希望堅守著真相 是沒有被收買的 那這件事就起碼反映了出來 好了 那究竟特朗普其實是不是應該一早知道這個真相呢 我相信一定知道 對不對 這個拉特克利夫神早就通知了他了應該 所以昨天特朗普在Twitter上轉發了一條鐵文 本身那條鐵文是由Lin Wood律師所發表的 那條鐵文是怎麼說呢 Lin Wood就提到 說特朗普總統是一個真正的好人 他就不喜歡炒人 尤其是不喜歡拉共和黨人去坐牢 他就給了喬治亞州州長和州務卿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好的機會 但是這兩位人士就拒絕了 他們馬上就要坐牢了 特朗普總統就轉發了這一條鐵文 那究竟背後有什麼含意在呢 實情這個喬治亞州州長就很大問題 我們曾經說過了 這個布萊恩州長 不斷地在公開場合和特朗普抬降 而且這個州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們花了很多錢去買Dominion投票機的系統 大家都知道這些不是什麼先進科技的東西 你當然是花了巨資去買這些東西 他就被人揭露了 在去年7月12日的時候 中國駐侯斯頓總領事李強文 就在亞特蘭大拜會了這位布萊恩州長 兩人就言譚甚歡 當然後來這個駐侯斯頓領事館就是關門大吉 特朗普和蓬佩奧就形容這家領事館是間諜的司令部 好了 這個布萊恩州長竟然間就跟裏面那位總領事言譚甚歡 而且還有很多相片被人拍了出來 好了 跟這位李強文總領事會面之後的兩個星期 這位布萊恩州長就跟Dominion投票機公司簽約了 就說要採用他們那一套東西了 問題就是 後來這家Dominion投票機公司被人指控 就說他們背後的資金 原來追尋到最後根本上就是一家中資 那你怎麼解釋呢 這個布萊恩州長 而且你堅稱這套東西是安全的 信你好不信你好呢 而且他又被人揭發了 這個喬治亞州政府的經濟發展署的網站 竟然間有個網址 是由大陸所擁有的 大陸公司來持有的 那你怎麼解釋呢 你這個政府部門竟然間的網址是由大陸持有 那根本上完全不合理的 那當然現在特朗普轉發這條貼文 有什麼懸愛之音呢 就不得而知了 好了究竟特朗普下一步將會怎麼走下去呢 現在他應該是明知道那個真相 而沒有辦法在目前這個時刻 採取到什麼行動的 當然是相當糾結的了 他一定知道的 CBS的記者也知道他沒有理由不知道 問題就是他要堅持這個程序公義 還是要事急馬行田呢 因為現在共和黨內部的鷹派人物都開始不耐煩了 開始敦促他 就說你要開始做些事情了 你不要按照現在的和平手段去做 但是特朗普當然就是有他的全局去考慮的 包括就是他要確保得到 他每一步都要萬無一殺才行 如果不是 你貿貿然把行動升級了的話 就回不了頭 但是無論特朗普的決定是怎樣都好 他一定會選擇一個最適切 和最符合多數美國人利益的一個決定 因為他自己也曾經說過 說要美國優先 不是特朗普優先 所以他做起事情上來 他一定會有些滯爪的 如果他是完全不顧後果不顧一切 神祖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他偏偏就不是這樣的人 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